我曾經在我們家眷村 有四個字叫反共抗惡 因為那個惡旁邊的人字旁脫落了 那時候我才幾歲 六歲 我就念反共抗我不得了 我被約談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我被約談 六歲 我六歲 國 還沒上國小 反共抗我 對 因為我在學字嘛 就一格格之年反共抗我 旁邊就有人聽到了 就反應 那個李幹事就來我家找我 說你的孩子講了大逆不道的事 怎麼可以抗我自己呢 後來我就帶他去 他就這樣寫的 後來一看 你六歲 六歲 那個人字旁掉下來 那個人字旁掉下來叫反共抗惡 我們是在那個年代長大 我們是在那個年代活過來的 所以享有民主的人 你不知道當年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 所以你說 你不要被宇北辰騙 他是大一統的推起人 他曾經接受哪些訪問說 我贊成中國統一 對 自由 民主 還有人權 我說有講這點 這被國台辦剪掉了 你們知道嗎 然後丟回來在群組裡面傳說 這是統派 故意裝成毒派 我不是毒派 我是堅守中華民國 台澎金馬 我是中華民國派 所以你把我貼成滑毒 所以一票人現在罵我 對不對 說我是男版的寇寇姐 他說 我說奇怪 這是 這應該對你的侮辱啊 不是 我覺得他們可以這樣子 十數年來這樣子搞一個人 真的是令人很生氣 他們停不了 你的血統就變成被他們追殺的唯一的理由 然後言寬寬還搞這一套 你言寬寬 我剛才在補 你言寬寬今天可以捏造影片 捏造一個廣告自己的競選的這個影片可以捏造成這樣 是誰來的 我是在戒嚴之前就投入這個媒體工作的耶 是靠我們大家努力拼搏來的耶 才可以讓你今天在那裡胡說八道耶 你知道嗎 他對付我這種人他要怎麼做 他希望把我所有軍系的社團朋友全部跟我切斷 就讓我沒朋友了 他打算這樣做 因為他們的很單純的認為 退伍軍人的朋友只有退伍軍人 你是沒有辦法跟別人交朋友 所以你沒有靈魂 對 所以你沒有了朋友 你就沒有靈魂 其實這次我說句實話 所有的退伍軍人 榮民袍澤 我正在做一件跟你們以前看到不一樣退伍軍人的事 退伍軍人下來只要你有信念 只要你有理想 你一樣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很多人說退伍軍人 你除了退休奉之外 一無所處 你除了做什麼 我這完全沒有侵滅任何職業 他們這是他們講的說三保工作 退伍軍人只能做保全保險跟保塔 我說這真是污蔑退伍軍人 退伍軍人有太多的才能 博士的大偶人在 當老師的大偶人在 對不對 我是軍系畢業 我不是政戰畢業 我是軍系的 軍事幹部 第一個到政論節目來當評論員 我是第一個 我是第一個 不表示是最後一個 大家只要你有理想 你有勇氣 你一樣可以坐在這裡 所以你們不要酸我 你想來 你就來啊 你就來啊 你就來說啊 對不對 他說我信口開河 胡說八道 你來胡說八道一下 你來看看你可不可以胡說八道 我們講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本的 所以他說我沒有靈魂 我說不會啊 我講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本的 都是律師 都是建築師提供出來的 所以前一段時間 還有人另外傳了一個方式說 他說 余北辰 你要離開國民黨 好走不送 可是你為什麼去挺林靜宜 這是絕大多數人質疑我的地方 他們還為了這件事情 號召廣大網友來退我的YouTube訂閱 退了五千個 後來現在又回了五千個 三天又回來了 因為正義終將要被彰顯 我就跟他講 我說 我告訴大家 之前很多 包含了有某個議員酸我說 哎呀 被恐嚇就要退黨 我好怕喔 主席秒按讚 昨天我在友台的節目 我好好的表揚了他一下 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看 你講葉原職啊 對 我好好的表揚了他一下 他明天來我們節目 我好好的來修理他一下 柔姐你想想看 我是真的受到死亡威脅 我第一個打電話跟你講 我是受到 而且我去警察局報案 他是第一個跟我說的 而且我立刻跟內政部長說 對 所以我馬上就去報案 我真的有報案 然後他說他收到一罐茶葉 如何 我說茶葉就是 茶葉就是恐嚇嗎 他是在消遣你 消遣我 他說我好怕喔 可是我沒有要退黨 所以主席秒按讚 來給他作家 朱立倫按讚 那我就說朱立倫就是 表示就是什麼 你也是跟著在消遣我 所以這個黨 我說寒心 心寒 所以很多後期剛才問我說 你不會回去挺寒的吧 我說對 我挺寒心的 我真的挺寒心的 一年了 三十一年前寫那本書 三十一年前寫那本書 難得把我驅逐出境 聯合報 我只好辭職 因為我在聯合報待不下去啊 我在聯合報 李登輝的一千天 這本書是暢銷書啊 可是我到聯合報去上班 你知道嗎 是萬劍穿心啊 到處都是那個 想要把你吃掉的眼睛 我為什麼要辭掉聯合報 可能東豪還沒聽過我講呢 因為有一天呢 我的位置是坐在一個 其實當時我的薪水 就已經是六萬塊以上 是聯合報的副總編輯以上 我們的王蒂吳董事長 跟我說 你只要待在這裡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乖乖待在這裡 我還是會提拔你 你將來做總編輯 一定必然的嘛 叫我忍耐一下嘛 說我不夠謙虛啊 那我只好坐著呢 坐完了呢 結果呢 李登輝一千天爆發出來之後 新聞界潮很大 然後我去上班四樓 有一天呢 我看到 我看到那個 某一位姓徐的 我的同事 徐什麼兵 他呢 他拿著一個拖鞋 他拿著鞋子 去追打一隻蟑螂 然後他就說 打死你李登輝 打死你李登輝 在我的眼前 你覺得這個報紙還可以做下去嗎 離開聯合報沒有拿一毛錢 以前的台灣不像現在 現在的勞委會主委 以前的城局幫大家定了一個制度 叫做勞退攜帶制 對不對 我們那個時候在報館裡面 每個月扣下來的勞 勞工的這個權益福利金什麼 走了就滾蛋 沒有一毛錢 沒有一毛錢 也沒有任何什麼資錢費啊 福利的這個 給你的這種分配 完全就孤零零的就離開了 我在聯合報做過採訪主任 有過那個司機坐車耶 然後呢 離開聯合報的第二天 我打電話給一個機關 他們問我你哪裡 我當時覺得我沒有穿衣服 我當時覺得我在颱風當中沒有一把雨傘 我這個樣子從媒體界開始自己做獨立的媒體人 開始到今天站在這裡的 所以我告訴你 言清彪言寬恒 你們二十六年三十年來努力的貪婪為自己家族個人 謀利的時候 我周宇寇努力的做一個勇敢的有魄力的揭發真相的 有正義感的甚至於被莫名其妙告到法院 我都不屈服的一個媒體人 我今天講這麼多是感慨萬千 感慨的是當正義要來臨的時候的 那一股邪惡的力量 居然可以用金錢的方式做影片來污蔑人 居然可以用顛倒是非的方式 這兩個多月以來 我不知道東豪你怎麼看 兩個多月以來 我剛才所講的這一段診断 言清彪言寬恒特別是這個人 全部都用謊言 用顛倒的是非的方式來應對 你跟瑞德一開始還對言清彪有好感 其實不管怎麼講 眼鏡不要總是認識 因為那個影片我看到我自己的頭 好大一個 他有經過你同意嗎 當然沒有 可是這麼講 我沒有那麼正義 為什麼呢 因為學生的時候黑色黑白色白 進了社會以後你會知道 你會發現有些灰色地帶 所以對一個人的考驗在哪裡 那個灰色地帶有多寬 黑跟白之間其實是很好分辨的 但是灰色 灰色是最麻煩的部分 我自己在跑新聞 或者後來上電視評論人之後 我是不會告人的 因為我總覺得說啊 因為人家被我批評 也不是每一個人跟我都認識 批評的人呢 也不知道怎麼回應 所以呢 我對於當有人講到我的時候呢 我都會保持尊重 可是對於袁寬恒這一次這個事情 我只是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坐在這個位置上的評論 不管是爆料或評論 完全不在收視率 由於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要面對的其實很簡單 我如果真的講錯了 我是會被告的 對 而且很多時候我們在第一時間 要做回應的時候 你必須第一時間做出判斷 那袁寬恒 跟袁寬恒他們兩個 這一路走過來 其實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我不知道 他怎麼去面對他自己的房子 他怎麼去面對他自己 弟弟們的那些事業 其實很多事情的批評 其實是很樸素的 很簡單的 也就是回到一個 這個是不分藍綠的問題 就是說 當一個立法委員 就是105號碼頭年的事情 那樣子的質詢 他違反的 並沒有刑事責任的法律 公公職人員 直選 利益衝突 回避法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法律 好像只是一個擺設 做人最低的標準 就是沒有被判罪嗎 當然不是 因為你是要當一個立法委員 當然知道這個社會 會有各式各樣的立法委員 那就有一件事情 那中二選區 會選出怎麼樣的一個立法委員 中二選區不能選出 嚴寬恒繼續當立委 我跟大家說 我們先插嘴 如果他當上立法委員 會怎樣 會怎樣 你說我看到 105號碼頭 你說我看到事情 還會再來一次 沒事了 對 然後國產署 摸摸鼻子回家 就地合法 然後這個大甲鎮藍宮 繼續做二十二年 然後呢 這個捷運 鄭英站交通部 一直巡 就過關 然後清泉鋼 這個產業園區案 國防部一直巡 也過關 剛好他可以去接 國防外交委員會 台中市政府必須通過 然後其他的違建 台中市政府摸摸鼻子 然後呢 什麼沙龍莊園 繼續不給你閉門跟 這一次是把你趕出去 然後接下來呢 他的點點 大富翁的地還越來越多 這就是嚴寬恒 當選立法委員的結果吧 郭姐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沙龍莊園的 尤其是 尤其是所有的事情發展到 沙龍莊園的自己在 沙龍莊園的那棟 中央別墅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 鴉骂橢的最後 跟稼草 我很難想像說 使用指標跟建築指標 這兩個 很普通的事情 抓人кт 因沙龍글仙子 這一次都不是 他弟弟的事情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個東西都變成參考 然後他叫他自己的同學 先去占用国有地 占用完 再去要求国产署 现状标注 就地合法 他已经在玩弄法律 所以你所有的这些事情 就是说 不管他是不是叫颜宽衡 不管他是不是叫颜宽衡 他可以叫任何一个名字 不管是国民党 民进党 或者民众党 任何一个政党 如果你有一个立委候选人 是这样子在做事情 你抬得起头 难道只是因为贴上政党的标志 真的要相互掩护成这个样子吗 至于讲到 因为科尔杨军讲到 有一段 我也有这个感受 我会上电视是因为陈水扁 因为陈水扁的犯法 我是因为扁案开始上电视 我对于扁案那件事情是 主动打电话 我上的第一个节目是保级的节目 我是主动打电话给他的制作人 因为他的制作人 以前是我在司法线的同时 我告诉他的制作人说 我手上有很多资料 我是为了扁案去上电视 当然以上就上到现在 那我要算蓝的还是绿的 其实我在 我以前在中天的时候 在上电视我就讲 我其实是跟民进党的朋友比较多 但是你能不能接受阿扁那样子高 马英九四十岁的时候当法务部长 四十还是四十出头 我当人是马粉 我是当人的马英九粉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我一定支持他 因为他骗我们啊 骗不骗那另外一件事情 你不觉得被他骗了吗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当时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当时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说2008年的马英九 代表台湾的一次政治实验 什么样的政治实验 就是你对中国 对于两岸 采取一个鸽派的做法 不同不独不武啊 对不对 还有这六个字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鸽派的做法 那是一个政治实验 那个实验如果成功 两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可是那个政治实验 2014年就告诉你 他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很多 我就不要再占用这个时间 但是今天国民党走的路 黑金 我只能讲说 你靠派系 而且台湾的派系 现在走到的是家族化 旧的派系 还有新陈代谢 可是今天派系政治变成什么 姓氏化 氏习化 你是姓张的就一路到底 对 你是姓严一路到底 过去的红黑派 是有新陈代谢 可是派系政治走到今天 是连新陈代谢都出问题 而且是个别家族化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